你好,欢迎来到尹姐姐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用燕麦来做一款非常简单又好吃的面包 大家知道燕麦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食品 它的健康效果主要分成四大块 第一它具有减肥效果 第二它有整肠的作用 第三个它具有美肌的效果 第四个它能降低胆骨醇 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 先取40克燕麦用水浸泡10分钟 然后把表上的材料依次加进去 现在我们的高筋面粉已经加进去了 搅拌几下之后加入橄榄油 这款面包也是免揉的 所以我们全程都用硅胶铲进行搅拌 搅拌到这样以后我们先盖上布巾 洗面10分钟 10分钟以后我们要对它来进行四个方向的拉伸折叠 这样做呢就是说我们不用揉面 也能达到形成面筋的效果 这个拉伸折叠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盖上布巾 洗面10分钟 10分钟以后我们再重复一次上面的过程 然后我们再次洗面10分钟 模具垫上烘焙纸 放入面团 分成四块 你可以用刮刀再粘水 简单的切一下就可以了 这款面包我们仍然采用冰箱冷藏一夜发酵的办法 来对它进行发酵 不用太在意它的外形 我们可以简单的用锡纸给它做个间隔 表面再撒点麦片做个装饰 然后我们套上一个塑料袋 放入冰箱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取出来 空气炸锅180度烤8分钟 如果你觉得上色还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烤两分钟 香甜松软的燕麦面包就出炉了 表皮香脆 内部松软 营养满点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尹姐姐 我们下期再见